健身教練 見到健身教練Jazz 就知道又到了減肥練腹肌的季節 後悔自己沒時間去做dream 跟他上課爆汗 誰知他叫我看著這塊鏡 就可以跟著他做運動 難道這塊是魔鏡? 看真點,鏡裡面有個touch screen 好像電腦一樣 手指滾滾滾滾 用家就可以選擇不同的教練 和他們示範的運動短片 於是對著鏡 就可以同時看到教練蹼舞 和自己的運動姿勢 那豈不是將健身室 和一班專業教練搬回家? 其實有些時間 可能你沒什麼時間出門口 或者特別是媽媽 只剩下一點時間 你對著鏡 反而很簡單地 就可以做一做運動 你看一看教練 你跟著他做 你就會覺得好像他人在你旁邊 跟你說話 或者跟你一起做 用的時候挺好玩 繼續走 輕鬆 別走太快 還有廣東話講解 後腳 外高 眼睛 視線看前 好實在 以為沒有真人教練在身邊 就可以偷懶了 這塊鏡有來自鏡頭 透過AI人工智能 偵測到用家的動作 然後給成績表 分析用家的運動量 Jazz就是其中一位 有份幫智能鏡拍運動短片的教練 今次我們在酒店健身室 試用這塊鏡 享受無敵海景 空間舒服闊落 爽啊 如果把鏡帶出街 又會怎樣呢? 街坊還有一些試玩過智能鏡的用家 說你聽法鏡好不好用 都是會計算你的分野 變相如果你做得多幾次 你會知道自己有沒有進步呢? 會有幫助 前提你會自己主動開一塊東西 我自己就覺得 他的動作就會仔細一點 因為YouTube教的 可能只是某個角度 他就會不同的角度出來 就沒有那麼大壓力 如果有個真人的Coach 可能有一點點壓力 原來這塊鏡 是本地初葬公司開發 創辦人是運動健將 曾經開發過籃球apps 連NBA都用它 今次搞新意思 原來背後有個夢想 體育和運動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希望從事一些 我自己有喜歡的項目 三件事就是 除了減肥之外 人們經常覺得運動很悶 我們想令人好玩 所以我們找些好玩的導師回來 就是分 健康就當然你會更加 第三件事就是 你做完之後 我想你覺得很美 你接下來就做很多 改正你的動作的AI 去教部電腦 去分析如何去糾正你的姿勢 我們希望用運動 去改變人生 我們希望多些人用這塊鏡 而令到他健康一些 有更多的自信 那就達成了我們的目標 對我更加電腦 我們希望會有更多的 主張行程 給大家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